hello大家好 今天咱们想来做一个fitting的实时的录像 主要是帮我的朋友马晓波先生 应该是一个大概差点10左右 主要是看一下推杆的一方面长短 还有干头的类型 对吧 现在的推杆是什么样的 现在是这种鱼叉式的 干面平衡 34左右 因为我以前推杆就是趴的比较低 就像Michelle Way一样 然后我会觉得说打到后面会腰比较疼 所以打到后移动的时候会累 累了之后就不准了 所以说想调的稍微的标准一些的轻松的战备 肥轻松推 对 跟我说的感觉是可能是需要35的 对 因为我像那种趴下去的时候 我的一个手回拎的比较高 在这块的感觉好像比较难改 所以我不太想改这个动作 只是希望把身体角度调起来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34的干身的长度有点不够 明白 OK 咱们先试试看 大概现在标准的34寸的鱼叉型的干面平衡的推杆 看起来数据是怎么样 咱们来推一个大概7颗球 球位大概要放在它这个方框里头 方向都按直的 是一个大概95寸 三码多一点点的推杆 齐开得胜 好球 再来4颗 每次都会小 好尴尬 其实我们不太在意进步进动 主要是看一下打的方向姿态效果 好球 够了吗 应该够了 我看一下 刚刚好 我一般第一个会看的就是最右边的closure rate 这一个干面开扣的一个方式 第一个56那个不是特别的理想 然后后面基本上就很好了 它主要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我们希望它尽量的重复 就变化量尽量小 对 你哪怕都是10都是70都行 这是什么角度 closure rate是说推杆在机球的瞬间 它有一个转动的速率 数越大它转的越快 如果我现在是这样 比如说一秒我转一圈就是360 它就是一个开扣的速度 这个是不是越大正在选择 正在固定 对 第一个原则是变化量越小越好 第二个就是在变化量好了以后 下一个我们看的是它的大概的单纯数值 大部分的球手是20到30之间 就是比较好 就这个吗 就我还可以是不是 非常的好 除了第一颗 对 但是从我看的感觉上来说 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的眼睛差不多在球里面的 就干头在比较外面一点 通常来说在这个状态下 你会有一个大一点的弧线 通常 通常 一般人来说 比如说如果我球在这 我这个弧度是非常大的 综合来看的话 这个数值是非常好的 这个数值其实说明第一个 就是现在这个干头的类型和重量 包括干颈 对你来说是没太大段题的 这是因为我一直用这个叫双弯的 表面平衡的干 如果你用一个比如说像这样的小斜颈 它的干脂不下降更多 假如你不做任何的动作调整 它的速率会变慢 你会回来的更慢一点 这会不稳定吗 不一定 就是取决于你的改变多少 因为每一个人在用上一支 不同的推干的时候 你的动作也会变 所以有可能比如说 你用这个出来也是一样的数 但是也有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就它就变慢很多 然后你有可能就扣不回来 就有可能开 明白明白 相对来说 这个比这个是容易扣回来 这种更容易扣吗 因为它不是平衡的吗 是这样的 你看就是什么样会导致 它的干面平衡不一样 就像这两个是同样的干头 什么会导致它的平衡不一样 就是这支干身插进去的角度 如果它的斜线上来是指向干面中心的 它就是平衡的 如果它这条线上来是指在这 它就会明白 你看它指的差不多是这 所以就是会下降 最极端的就像米克尔森那种 它差不多是从这到这这么上来的 那个下来就大概是这样 所以有很多直插的到中心 它也是平衡的 是吧 如果你插到中心 如果延长线是中心 基本上就是平衡的 就假设这干头这边是对称的 明白明白 所以如果它穿过你的中心点 那是不是它就比较容易转 如果我不穿过中心点远离中心点 它的这个转动就比较费劲 因为它什么重 等于重 对 就是它的杠杆的力壁变长了 所以就变得更沉了 这样 所以有的人用这种推杆 会觉得比这种沉 因为他觉得这个转动更费劲 但是我推这种感觉的时候 会觉得干头它会加速 就会不容易顺手 对 同时你看它不容易扣回来 但同时它也不容易打开 所以这东西是对每个人状态不一样 但是就是它的这个转动 会比这个费劲 干面平衡的是最容易转动 因为它力矩就是它比较重 明白 就是它的干身的轴的两侧是一样重 明白 它虽然容易摆动 对吧 相对来说容易 对 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就活 这个就死 明白 就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明白 甚至有可能这个沉 你有可能激活了你的手腕 明白 然后甚至这更多 然后下面就是有几个其他的参数 首先第一个这个angle of attack 就是弓角 那理想我们希望是一度向上 但现在这个都是下下下 DN是大 那我会有倒旋吗 二度向下 像这个比较夸张的 这个是三度向下 感觉像打铁杆一样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的推杆 对 就基本上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刚刚我的教练才让我往上调整 还没有调好 很难 就包括我自己基本上在0 我大部分时候可能是-0.5 是吧 但是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 我能做到向上一度左右 那很好 那理想的话我们希望向上一度 对 但这个就在杆的层面上来说很难去改变 明白 动作 对 动作需要它稍微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基本上所有好的球手全都往上一度 顶尖的球手很少有往下的 对 它需要先推荐这样的球在草坪上飞一段时间 再往前滚 是吧 所以它需要往上一点 往上其实更多的不是让它起 更多的是让它创造前选 往前走 对 你要是往下去 你就有机会把它挤进去 挤到地面上 它出来会有一个不稳定的旋转 同时这个loft 我们希望它大概在三度左右 其实我这个loft是可以的对吧 像刚才那杆非常好 对 但是它就是保持住然后往上走 这个趋势往上走的时候就可以了 对 但是loft我们也能看到它的变化也还是挺大 人多的时候有6度9度 然后像4度3度4度2度 这个几个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会影响你的起飞状态 然后同时推杆跟铁杆不一样的地方 你的感觉是它的向下一定是倒旋 对吧 但其实不一定 不是吗 不一定 像刚才的J杆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J杆往下3.4的J杆 J杆的实际上是个正选 出来是34的正选 为啥呢 这个叫launch spin 就是出去的一瞬间的旋转 然后F是前选 B是倒旋 我是有前选也有倒旋的对吧 非常不稳定 没有 其实好的大概是正零 就是零到100的前选 是我们追求的希望好的区间 最后一个还挺好 123的前选 挺好的 但其实34的这个前选更好 就是大概零到100的前选是差不多最好 我们既不希望说它有过多的前选 也不希望有过少的就是倒旋了 那个零度是它的起飞角对吧 就是34前面那个零 对那是起飞角 零度小吗 合适吗 但是GCQ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不能测量到零度以下 它没有负的 如果你是Quintic 它能够有一个负的功效 通常来说我会认为有的时候 那个零其实是负的 就是往下了 对 其实球是在往下去 但它没有负的这个参数 然后同时它的就是前选还是倒旋 一方面取决于你的love跟attack angle 同时还取决于你的击打点 如果你打在底下 它通常来说会造成一个倒旋 其实在其他杆也是 如果你的木杆铁杆 你打到杆头的大薄 倒旋多 打深倒旋少 这个跟其他的杆是一样的 因为杆头会有一个小的扭转 如果你打到底下去 它很有可能把球打得很高 然后同时有个道 其实这些来说确实有那么几个194 154不是特别理想 但如果前后在100以内 我觉得像这个旋转都是没太大的问题的 这些东西是基于咱们现在一个不好的弓角 如果当你的弓角变成正的 这个可能就不好 你就有可能变成比如说300的前旋 或者说甚至有可能是300的倒旋 因为当你弓角变了以后 你的loft可能也变大 你就把球往上敲 然后它就跳起来 然后有可能有个倒旋 所以对现在的状态来说 就此时此刻的弓角来说 其实现在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 包括这个34的长度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看说35的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需要试这种摆的吗 想试试可以试的 想试吗 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看看那个杆脊 因为我站高了之后 你的脊椎变直一点之后 它会不会更加围绕身体 有可能 我们试试看 我觉得推端跟一号目是最值得做飞行的 我个人感觉 因为这两个对成绩影响是巨大的 而且在球具的确定这个多样性是最多的 铁杆其实你说上下的 无非就是稍微远点近点的容错的问题 大家都能感受到 一号目跟这个真的是 差别很大 差别很大 推端这个东西 其实测一次 可能你很长时间都不用买了 不测这一次 你所有感觉都白费了 没用啊 它们没法累积 现在还是推七个好了 好球 第一颗球都进 左右方向都不一样 是不是 对 它并不是往一个地儿歪了 说说它们这种干变开扣 这种对长肝是不是影响更大一点 这成推 平方不平 其实是不因人而异 我觉得 就是你的短推和长推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推法 但是三马左右是最说明问题 确实不会推这种 感觉不太一样是吧 就我没法控制 我老觉得肝头给我拧着 这种才行 这个我还觉得可以 我一直都觉得 其实有自己的喜好是很重要 你才能够有一个固定的动作 你如果说什么都能用 其实说明你的动作总在变 有道理 明显我感觉这肝变出去是 不正的 应该还有一个 只见了一个 是我聚精会神 用手腕控制球肝的结果 不用太在意 这都跟着晃晃 部分说明的问题 死我不行 这个就挺有意思 我觉得 对啊 只换了一根干净 对 这后面有几个loft没测到 但是你看这个 是吧 各种各样的 就这个旋转的速率 18 19 4352 4539 25 4145 就是首先它明显的变大 就是你的那个回转的速率明显变快了 而且也不稳了 就是变得更不一样了 你原来是在20到30之间基本上 对吧 28 30 23 27 26 31 现在这个就 之前上下不出5 基本上在40左右 平均是36 但是有两个很低的 其他的基本上在40左右 所以第一个进去了的 我觉得好像是在这19 但是从第二个43开始 它就往右开了 就干面就开了 然后就回不来了 第一个不进的 就是干面开了 击到球的时候 干面是开了 干面开了 就还没来得及回正 没来得及回正 所以它一方面 虽然说这种干颈的 它的就是会变沉 但是不一定都是满 也不一定都是快 就像对你来说 你的回转速率变快了 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感受到它 所以你增加了更多的旋转 但是你增加了这个以后 你的干面就变得不完 就有时候开有时候靠 所以它明显不适合我 对 肯定就相对来说 这种干颈肯定就不是太合适 其实这个推干就是长度 干颈和形状这三种 对 但是形状就有很多东西了 比如说你的重心是靠近干面 远离干面 然后你的干颈还会影响你的干面后移 然后同时更多的形状的东西 会影响你的视觉 你看上去这个干头是什么样的 它会影响你的气球 包括影响你的气打电 很多东西都是会有点不一样 但是你看其他的东西 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 先排出一点 就是要用干面平衡的干 基本上起码干面平衡 我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可能试试看 超微长一点的会怎么样 好球 相当稳定 对吧 感觉贼爽 非常稳定 拿走一点点是吧 对 角度一样 好球 这个视觉让我干球有点太靠左了 可能是说的 LOW 因为它干净插得很靠后 习惯了这个之后 就更前压一点就行了 看一看 这个又不太一样 首先这个回转的速率明显的变少了 明显的变少了 就是你看20和5 38 有38 46 还有一个47的 但其他的就23 那几个是不是属于对干不太适用 因为LAB的推干 跟那个干面平衡又是不一样 它是冲左的 但是相对来说 我们会觉得它更接近 干面平衡 因为它不怎么想要打开 它想要待在这个状态下 所以对你来说 可能它会不那么容易 嗨的多再扣回来 而且同时因为你的这是35的 就会对你来说会更远 按说会更倾向于大护线 我们正常从34变到35 应该看到回转的速率会变多一点 但是同时LAB的推干 因为它不想要开扣 它这么待着的时候是平衡的 所以它本身的回转的速率会变小 有一点点矛盾 所以你会出来有特别低的 你看有5有17的 它会特别小的 这个其实更适合它本身的设计 但是远的 其实一方面是你放到比较远了以后 不在意它的设计 你就是故意的去打开和开扣 它就会变多一点 但是起码我看的感觉上来说 起码35对你来说没有特大的坏处 反而我现在不确定是头的原因 还是长度的原因 你的公角变好了一点点 现在是平均一度下 刚才基本上都是二度下 这个是2.2的下平均 然后是2.1的下 但是现在是一度的下 甚至还有0.2上的 有两个向上的 但其他向下的没有那么的多 你看2.1的下的有46的 就是在它里面算是很多的一个回转 所以有可能是长度对你来说 更容易的做到一个向上去的角度 因为你的弧线变了 所以现在来说 我觉得起码这个长度对你来说没什么坏处 而且同时还有一点 就是可能我一开始没有太注意 这是我的问题 就是它的赖脚对你来说有一点点巧 但是为了让中间咱们平衡一点 我就没有中间调 但是我觉得起码要稍微再平衡来一点 它就会不那么的做 但这个赖脚如果买的标准杆 它是固定的 要不合适是可以掰的在工房里 有的干井是可以掰的 有的干井是掰不了 一般来说 你像最容易掰的是水管井 就是这种干井 有个90度弯管的 这种是最容易掰的 双弯是最难掰的 基本上这个掰不了 这个因为你要掰得掰干身 所以通常来说不建议掰这种的 明白 然后像比如说LAB这种的 它们是自己出厂的时候 就你有选67 69 71 73 这些角度去选 我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角度是多少 我觉得咱们肯定是稍微撬了一点 这个确实撬掉的多了 这快76 实际上刚刚不跟那样子 实际上应该小很多 正常的一个35的 也就是最多71 70的样子 就刚才是太直了是吧 对太直了 但是起码现在我觉得这个长一点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坏处 对吧 因为刚才我那个短的 我握着也是握得很靠根上了 而且有一点半全空的状态 对其实我们可能就是担心的长的东西 就是你的一个是变得太不稳定开扣 第二个就是整体来说变得太大 因为开扣多 就意味着变化多 对 如果你都是70 虽然说有的人都是70也能打很好 但是你的要求比变高 你得描得更主 明白明白 因为你有一个更快一点的速率开扣 然后当然回去 我觉得这个攻击角度是咱们需要努力的东西 就希望还是稍微向上一点点 如果能往上一度去可能就更好 对 可以把这个赖角咱们再调回来一点 然后看看正常的会不会好一些 现在是70.5 看这感觉怎么样 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是吧 一模一样的两颗球 是不是 这就是肝 说明我身体非常放松 完全没有控制 这挺重要的 挺好 是不是 对 就这种状态下打个什么样 才能看这肝跟那合适不合适 这个开的 开的那个是正的 因为前两个是扣的 对 这种肝的平衡还是不太适合我 不太习惯 都是扣也行 对 往头往 倒是就调出了自己 对 而且跟瞄准也有关系 可能 我跟瞄准应该有挺大关系 因为我是一个感觉型的推手 我必须要看着球带长 动带长 但是我从来不量部署 就是靠感觉推长远的线 没有感觉的时候 我推了就不知道去哪 只能眼睛假装上面一条线 经常一扣一点 之前也是左吧 对 左的会稍微多一点 好球 刚才这感觉相当的好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肝头的形状有关系 我现在已经会推这个 我觉得也是 好像找着感觉 对 稍微扣一点点 比之前好 对相当的好 而且中间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觉得都挺好的 平均现在旋转速率是36 而且基本上我觉得挺稳定的 只有中间的有这么两个 稍微大一点 但基本上重复34 35的概率很高 而且公角你看就是1.1的向下 就现在来说就好了一度 就是你可能原本 如果你自己的肝 比如说调到零度 那这可能就是一度的向上 相对来说肯定就好很多 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幅度肯定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50是应该是个失误 我觉得大体上来说这回转的速率是很稳定的 肝面的方向 我觉得也是很稳定的 要么就是稍微拉左一点 要么就是方正的 大体上来说 其实35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可能将来我觉得一个是35的时候 我觉得相对来说握把稍微粗一点 可能减少一点回转的速率的变化 因为你的握根是很轻 而且手心比较相对的 它不是一个错开很多的感觉 所以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你可能接触面积大一点 你的握杆就感觉比较稳定一点 变化就稍微小一点 像一开始第一个那个红的 那个也是稍微粗一点的握把 而且P2是有一点往下去的 昂德来说会比较能往下弯 会能达到好的效果 看一下别的稍微有一点点的OC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这只杆是吧 所有的都有一度左右 但是一度左右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第一个也是这样 对 第一个但是比较小 第一个大概1.0 后面大概1.4 稍微有一点点倒旋的变化 但是应该是126 144 这个跟视觉有关系 对 第一个的前旋的变化量还是最小的 最后这两个比的话 赖角平了以后 干面的方向稍微好一点点 稳定向左对吧 稳定向左 你摇下印是不是有这关系吧 有关系 但是其实在推杆上怕影响的是最小 比如你要再印一度的话 你干面脚是不是也要就是一度多 不会 其实推杆 我觉得两三度以内的怕几乎对球没影响 几乎没影响 就跟铁杆木杆不一样 因为它跟球接触的时间太短 所以它基本上你即使是5度这么过来 它也不太会让球往右旋 甚至有的时候它会往左旋 所以它主要看的是干面 干面其实会影响最多 对 包括你的打在球上的位置 其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起码就现在看来说 长度对你没有特大的影响 没有往坏 没有往坏 就是对球来说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然后对你来说可能剩下的就是感觉 对 我身体会站稍微舒服一点 我以前会这样 对 对 对 而且毕竟你看剩下那几 35推杆的样子跟形式 我都不适应 对 之前那只肝是我非常 就跟我那肝一模一样 对 34的鱼叉 对 对 就想看如果这样的话 说不定换成一样的形状的肝 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 而且长一点的话 通常来说肝头显得重一点 然后如果你握把再粗一点 你肝头显得轻一点 它可能抵消掉 然后有可能最后的效果就会比较好 起码我们看现在的数据来看 长到35对你来说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感觉35舒服 你就可以用35 OK 所以做变成35的话 有什么样的方式 当然你可以定一只35 因为国内35的球杆定比较少 对 当然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把握把去掉 然后在后面加一个加长件 就是在工坊可以操作这个事 对 或者说有的人喜欢换一整只的干身 你直接换成新的 你就可以想做多少做多少 换一只干身 这个干身就比如用双弯的 也有长度的干身吗 还是说 有但是比较少 就想换更长干身的话 最好买一种直插进去的 就不要带双弯的 对不对 对 可以这么说 对 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说 你优先考虑哪个能加长 还是看看 你没有别的选 但是我看推干的时候 就是说35寸的 就是奥多赛的那个干 它只有双弯的和一个那种跟上的 对 如果你要是比如说其他形状你想买的 就是刚才那种对吧 对 你可能必须要回去自己加长 对 对吧 就这种 那就是说你后市场的干身 其实是没有这种双弯的 对吧 比较少 比较少 或者说你也不一定能匹配上它的 对 对 因为其实每个双弯都是不一样 它个性的对吧 就是每个品牌的双弯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后厂去配双弯的干身 本身都是比较麻烦的 所以我觉得 纸管是比较容易 对 如果大家有这种担心的 但是我考这个问题 如果它没有圆脚35的 我必须要买一根 就干净有水管型了 是 那样我才能配 要不配不了 对 对吧 所以它就是有的是什么 后边是什么碳的 你还不好弄 对吧 对 就不好加长 加长加不好做 就比较麻烦 对 对这个大家不要走弯路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 然后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感谢 好 谢谢这个 感谢马总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